你好 欢迎收看5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花莲市民意国校5号上午开始为6到11岁的学童 接种莫德纳儿童疫苗 也是花莲县第一所接种儿童疫苗的学校 秘书长饶中及卫生局长朱家祥前往视察 关心学童施打的状况 也感谢慈激医院小儿科团队为儿童接种 以及家长愿意让孩子施打疫苗提升保护力 花莲市民意国校5号上午开始为6到11岁的学童 接种莫德纳儿童疫苗 也是花莲县第一所接种儿童疫苗的学校 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从各校议员调查书中愿意接种的占23.4% 首日施打的民意国小27.6% 议员施打 进校施打的是24.1% 有将近有50个学生另选到医疗院所接种 而5号接近有300名学童接种疫苗 花莲县政府从5月5号开始 就开始为我们的国小学童 然后做疫苗的接种 那目前我们从我们的回收的 这个回收的这个医院调查书中 那我们大概愿意来接种这个疫苗的是23.4% 那整体来讲在我们的这个民意国小呢 是我们今天第一站 那民意国小整体来讲 那他愿意接种疫苗的呢 他是27.6% 那但是在愿意在进校 来接受我们接种的是24.1% 中间大概将近有50个同学 那可能是选择父母带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去做接种 那我想在疫情愿意严禁的情况之下 这种疫苗仍然是 这个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鼓励我们的家长 那鼓励你的孩子能够来接种疫苗 然后来面对我们这个Omicron的病毒的时候呢 能够有很好的保护力 这个17医院跟门洛医院 来负责我们学童的疫苗接种 那为什么会请这两家医院呢 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家医院的额科的阵容都很坚强 那对我们整个花莲的学童来讲 他们也非常的熟悉 用额科医生来为我们的小朋友服务 我想是最适当而且最好的 那偏箱的部分 偏箱的部分当然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卫生所来协助 那毕竟偏箱的学童比较少 那其实在卫生所他们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接种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在学校接种 所以如果明年开始 那虽然一开始可能你的父母一开始没有选择在学校接种 其实我们仍然欢迎在当天 如果父母改变的医院 仍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学校来接种 我们都全然的欢迎 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华林寺 简安项的国小有门诺医院及慈禁医院的小儿科医师 为小朋友们做身体评估以施打 而从6号开始全天接种疫苗 今年局学生会先与家长联系 在施打之后刚好放学 由家长接回家休息 也许在5月10号前完成全线国小血统疫苗的接种 记得终于华生部长 我们下期节目